小虫们必须加快速度 因为这些毛牛粪可能很快会被牧人捡走 牛粪的我们牧民来说很重要 牧女是花园上的草喝的是空虫水 所以牛粪是很干净的 扎西的牧场有上百头牧牛 这些牧牛几乎为他和家人提供了生活所需的一切 牧女全身时报说牛粪的眼睛不会造成伤害 牛粪容易点着没有污染 可以起暖做饭 即便可以使用其他染料 但扎西依然偏爱晒干的牧牛粪 不仅仅是牧牛粪 牧牛的毛也被很好地利用 牧牛的毛很重要 还可以做掌盆 几十年都不会 还可以做生子 生子做的话很结实 可惜用它拔河了 传统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就地取材的创造力 在物质条件改善的今天 完全靠牧牛来生活 对扎西来说已不再是一种必须 而是一种习惯和眷恋 因为我们生活中依靠它们 吃穿用的东西都是它给的 如果离开几天 我就会相信它们 外面住不下去 在高原上 牧牛与牧人的感情无可替代 千百年来 没有其他动物能像牧牛一样 与人类一起经历时间与环境的考验 相互陪伴 相互依靠 共同在这片极端的高原上繁衍生息 三江园国家公园内 蓝苍江昼夜奔涌穿行 切割出深邃立体的昂赛峡谷 植物的垂直分布 为动物创造了丰富的气息空间 即便是在海拔最高的山巅 在这片因冰雪消融 裸露大片岩石而形成的高山秃顶之上 也生活着一种罕见的神秘大猫 雪豹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猫可动物 它可以在陡峭地形中灵活地跳跃攀登 追捕同样擅长攀岩走壁的银鸭 因为雪豹的气息 昂赛峡谷也被称作大猫谷 在峡谷里行走 达结也像雪豹一样 需要特殊的技能 但它来到大猫谷 并不是为了雪豹 而是为了峡谷中那些有着神奇力量的 树木花草 看到野生动物会令人兴奋 对我来说 翻山越岭 居于找一棵树 一朵花也是值得的 作为一名中医医生 达结的工作离不开草药 为了寻觅野性高原上草药的踪迹 它走进了这片原始柏树林 这些大果圆柏 扎根在白厄纪丹霞地貌上 依然经历了千百年光阴 他们的同意都在海拔更低的地方 只有他们勇敢地留在了这里 高海拔地区树木十分稀少 能生长百树的地方 一定有着最丰富的植物分布 可能这些树自己都不记得 见过了多少次日出日落 读过了多少次初夏秋冬 他们可能就这么安静地站了几百年 但看上去并不沧桑 有了这些百树的指引 达杰很快找到了寻觅已久的草药 很久以前有人放牧的时候 经常看到树上的动物吃这种植物 它现原来这种普普通通的植物 可以植血 人就也学着用它治外伤 不仅自身拥有在颜苛环境中生存的顽强生命力 还能治愈其他的生命 这是高原植物强大而奇异的力量 尽管科学可以解释其中的原理 但我还是觉得植物很神奇 山里的那些别花野草 每一个可能都有它的故事